电影讲述人生各有动人风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新节目 电影话外音 我呢在这个新节目中呢 想和喜爱电影的朋友们 一起聊一聊好看的电影 动人的故事 以及他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精彩 首先来说一则近期的消息啊 本周二第74届美国电视剧界的 奥斯卡艾美奖举行了颁奖典礼 韩国男星李正仔凭借鱿鱿游戏 Squid Game 死柜的游戏 一举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奖 创下了一个记录 李正仔是第一个拿到 艾美奖最佳男演员奖的亚洲演员 也是这个奖首次 把这个最佳就是世帝 就是电视剧的皇帝 最佳男演员奖 颁给了一个非英语剧集中的一个主演 这个韩国电影人 这两年在好莱坞 那是有点开挂是吧 之前的韩国电影《寄生上流》 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这次这个鱿鱼的游戏 又拿到了艾美奖的世帝 电影叫影帝 电视剧叫世帝 刚拿下世帝 很快就传来消息 李正仔将主演 《星球大战的外传剧集追随者》 全程英文对白 这是第一次由亚洲演员 担任美国主流剧集的男一号 今年50岁的李正仔的演艺人生 开了挂了 关于去年爆红的《鱿鱼游戏》 我就不都说了 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 而且关于他的介绍太多了 我之前还节目做过 关于《鱿鱼游戏》的第二季 我倒想说两句 这部剧因为全程第一部 因为是在韩国制作 所以成本不高 就这样当时的Netflix 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投资的 没想到火成了这样 一举成了Netflix上面 收视率最高的剧集 因为太火了 所以Netflix就毫不犹豫地决定砸钱 开始第二季的制作 但是Netflix做了个调整 就是要渐渐地减少韩国人 在剧中的比重 要把这部剧最终变成一部纯正的美剧 美国人出钱嘛 于是从这一季第二季开始 剧组中不但制作方 增加了更多的美国人的参与 而主要的角色 也增加了很多美国演员 据美国媒体透露 第二季的名字很可能就叫做 《鱿鱼游戏美国》 据说在第二季中 鱿鱼游戏成了美国人的一个社会实验 从韩国来到了美国 这个游戏背后出资的大老板 是几个脾气古怪的美国的社会学家 他们罔顾人命 开始了这项残酷的社会学研究 而李正载出于道义 决定飞往美国进行调查 并试图用他在上一季中赢得的奖金 曝光整个黑暗的组织 但最终他不得不被迫参加 美版的鱿鱼游戏 而且最终是死于非命 死了 至此韩国演员全部下线 没了 所以接下来从第三季开始 如果还要拍第三季的话 这个鱿鱼游戏就彻底变成了一个 完全由美国人演出的纯正的美剧了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 到那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兴趣来看一部 韩国人发明的 美国人来演的鱿鱼游戏呢 说到这个新科的艾美奖的 弑帝李正仔 喜欢韩国电影的朋友 对他一定不会陌生 下面我要向大家来推荐5部 由他主演的经典的韩国电影 第一部 触不到的恋人 这个故事有点像周杰伦的那部 不能说的秘密 或者是你也能看到 第一代超人克里斯托夫·李夫 主演的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 时光倒流70年的影子 就这种不同时空交错而发生的 这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 刚刚失恋的女主角 搬到了一栋海边的别墅散心 挂怀旧爱心绪失落 女孩便写了一张卡片 塞进了门口那个红色的信箱里面 然后怅然而去 注意 这时候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 1999年的12月21日圣诞前夕 下一刻镜头一转 依然是这栋海边的别墅 但时间却显示为两年前了 1997年了 这时候房门打开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正是我们的男主李正仔 他无意中打开信箱 探头一看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 静静的躺在那个信箱里面 他只是短暂的来这里小住 怎么会有人给他写信呢 好奇之下他拿出卡片 一看 娟秀的字体显示是个女孩的笔迹 而卡片最后的落款 显示的是 竟然是两年之后的今天 男人就 好奇就奇怪的一笑 说 肯定是有人在给他搞恶作剧 反正闲来无事 就给这个不知是谁的家伙 我回封信吧 于是男人 写了封简短的回信塞进了信箱里 接下来 对你猜到了 身在两年之后的女孩 收到了这个男人写的回信 女孩一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 因为时间是两年前的嘛 这个信的落款的时间是两年前 的同一天 他以为是有人跟他搞恶作剧 就这样 时空阻隔下的这两个寂寞的灵魂 在一个神秘力量的牵引之下 开始了一段神奇的缘分 他们互相给对方写信 看不见人 而信呢 从一开始简单的问候 闲聊 一直到开始互诉忠常 互相给予对方温暖的慰藉 甚至开玩笑呀等等啊 尽管两个人无法见面 但是一种难以言语的这个情感 在彼此的心中慢慢的燃烧 然而就在两个人后来 都爱上对方了 相约见面的那一天 命运的恶作剧 竟让他们擦肩而过 那么这场跨越时空的爱情 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是《全志贤》 韩剧这个 喜欢韩国电影的朋友 一定认识他 《全志贤》是韩刘的当家女花旦 曾经的 《全志贤》当刚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影片当年是大获成功啊 悲情又感人的故事 令无数观众落泪 是韩国爱情电影中的代表之作 后来好莱坞还翻拍过 把它拍成了一个美版的 触不到的恋人 名字叫做The Lake House 由大帅哥基努里维斯 和Sandra Block主演 第二部 《暗杀 Assassination》 主演又是李正仔和全志贤 全志贤这个女演员 真的是大陆的女明星们 应该好好学习学习的对象 人家作品寥寥 但多是经典 证明了她的淡然 就这份优雅和沉着 那真的是大陆男女明星 集体缺失的 在触不到的恋人 引起了韩国电影圈的关注之后 全志贤又接拍了那部著名的 《我的野蛮女友》一炮而红 直到现在一直是韩国偶像实力派 女明星的代表人物 成名至今 除了她是安静的演戏之外 鲜有乱七八糟的绯闻 对吧 活得低调但精彩 内敛且高贵 这才是一个真正明星 应该有的样子 对吧 OK好 说回这部《暗杀》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 抗日期间的中国 日本发动清华战争的前夕 效力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李正仔 悄悄释放了被判了死刑的女特务权之前 随后又找来两个厉害的角色 让他们三个人完成一系列艰巨的暗杀任务 暗杀对象有日本的司令官 也有卖国贼 但日本方面却很快收到了 有关这次暗杀行动的宪报 紧张刺激 且充满了阴谋的较量 便在危机四伏的上海滩 实力洋场轮番上演了 本片非常具有好莱坞电影的特质 节奏紧凑 叙事流畅 权志贤 李正仔以及另一位主演 也是韩国著名的明星何正宇 他们的表演是可圈可点 直回票价 最后要再夸一句权志贤 当年曾有人这样评价过 好莱坞曾经的一代女神费文利 说他 你有如此美貌 何须如此演技 你有如此演技 又何须如此美貌 这句话我也同样想送给权志贤 好 第三部官相 故事是以朝鲜历史上李氏王朝时期的 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展开的 这个李氏王朝的第五位君主 文宗李相去世之后 传位给了年幼的世子李洪伟 视为端宗 一年之后 李相的弟弟 也就是端宗的叔叔 守阳大军李玉 突然发动政变 捕杀顾命大臣 刘放刺死了不少的王族 安插亲信清除异己 并软禁了他的侄子端宗 一举把持了朝政 始称鬼有禁难 两年之后 端宗被迫让位 李玉登基 视为朝鲜历史上的士祖大王 不久之后 这个端宗就被刺死了 电影《观像》讲的正是 李玉篡位前后的故事 但是导演用了一个非常讨巧的角度 来讲这个历史故事 由宋康浩饰演的男主 是一个身负异能的世外高人 他能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向 可以预知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借由这样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物 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让观众的情感瞬间融入到了故事中 并且以第一人称的视角 来感受数百年前的牛蛋残酷的历史 故事在现实和虚构中巧妙的穿梭 守阳大军篡位是真实的 而这个观象师是虚构的 影片以这个观象为突破口 围绕着观象师一步一步的深入潮局 乃至最终身不由己的 成为历史大事件中的一枚棋子 其悲剧性的命运似乎也早已注定了 这样的故事结构 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另一方面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事件 和人物的全新的角度 令人看霸是大呼过瘾 影片最后的结局令人深思 宋康浩演的这个观象师 虽然有本事观人之相欲知未来 但却参不透安排历史天象背后的神明的深意 直到这个守阳大军成功篡位 并杀了他的恩人 他是好的朋友 包括他的儿子之后 观象师才幡然醒悟 自己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 怎么可能阻挡得住历史大事的进程 看看天下众生 在名利权势中积极以求 最终都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 而饰演守阳大军的就是李正仔 面对影帝宋康浩 李正仔的表演是毫不示弱 两人在片中的对手戏非常的过瘾 李正仔把一个霸气侧漏 阴狠乖张 野心勃勃 势君篡位的强人演绎的是令人幸福 第四部 《与神同行》 这部电影非常有名 这部电影2017年浮衣上映 便创下了韩国电影观影人数的记录 最终成了韩国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佳作 故事很奇幻 编剧也是脑洞大开 男主是一个消防员 在一次救援任务中不幸殉职了 之后灵魂就来到了地狱 并在三位冥界使者的保护之下 见证了轮回转世中 很多罪恶的人所遭受的报应和折磨 还有这些善良的人所得到的善报 很有点像《淡丁神曲》的韩国版 李正仔在片中饰演《地狱判官》阎王爷 早性非常威猛 这部电影大咖云集 特效做得非常不错 场面宏大 不少场景令人震惊 真实体现了韩国电影的科技水平和水准 故事发人深思 确实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 好 第五部 《新世界》 New World 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 当人们在介绍韩国著名演员崔明植的时候 会提到这部电影 他是其中的一个主演 当介绍黄正明的时候 会提到这部电影 现在介绍李正仔的时候 也要提到这部《新世界》 没办法 谁让这个《新世界》那么经典 说它是亚洲最好的黑帮片 或者全世界范围最好的黑帮片之一 也毫不违顾 很多人在介绍《新世界》的时候 会说这是韩国版的吴奸道 而李正仔饰演的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 但是在我看来 《新世界》比吴奸道深刻的太多了 韩国人比香港人真的是更有思想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电影人对人性的深刻的剖析超过了香港 超过了香港人 时间关系这个电影我不能展开讲 将来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这部电影 今天我就从一个角度 就从李正仔饰演的警方的卧底 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 和崔明直饰演的上司 这两个人的人物切入 大家就知道《新世界》和吴奸道 孰高孰低了 影片一开场就表现了 这个卧底李正仔 亲手杀害了另一个警方的卧底 因为你身为黑帮的卧底 你肯定不可能不做很多坏事 不得不去做很多坏事 这才符合现实和人性 你在那你什么都不干 怎么可能 你在黑帮混不下去 这是符合现实和人性的 但是在吴奸道里面 大家想想想 吴奸道里面梁朝伟干过什么坏事 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对吧 这就说明吴奸道的导演 不希望梁朝伟的身上 沾染上恶的元素 始终让他保持善 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处理 但是现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新世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 卧底李正仔的手上 是沾满了鲜血的 虽然他是个警察 但他也必须做很多 身不由己的事情 在与警方上司的关系上 李正仔 他的直接上司是江科长 就是这个黄秋生 就是吴奸道里黄秋生那个角色 李正仔和江科长的关系 也更加接近人性的真实 在吴奸道里面 梁朝伟和黄秋生关系很亲密 感情都很好 都很铁 好哥们 但大家舍身处地的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卧底 你不仅要参与很多黑帮的罪恶 甚至随时可能把命丢了 慌慌不可终日 还要一干就是五年十年 你每次想要退出这个博命的游戏 却每次都被你的上司逼着不得不继续玩下去 那我问你 你还会喜欢这份工作吗 你还会对这个一直把你的头摁在水里的这个上司 怀有感情吗 对吧 不太可能吧 所以就从这一点而言 新世界就比吴奸道更真实更深刻 最后这个江科长死了吗 李正宅言的这个下面的卧底也就解脱了 是这样一个 这才符合真实吗 对吧 在一个长期担任卧底的警察 警队对他们是不会完全信任的 你天天在跟黑帮私混 我还能完全信任你 这个信任是会打折扣的 是吧 而天天私混在一起的这些黑道的兄弟 却会产生出兄弟情义 对不对 而且道上的兄弟 很多时候往往比警察更有江湖道义 这一点新世界也比吴奸道刻画的更加人性 更加真实 更加感人 其实要说起来 这个中国大陆应该能拍出更好看的黑帮电影 共产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帮 而且是吧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有多少令人叫绝的好题材 你光反腐那些题材多精彩 很多真实现实生活中的东西 比电影要惊心动魄的太多了 但是咱们也知道 在大陆整个由于各种原因吧 大陆导演还没办法拍出这样的真实的东西 而且可能水平也还不够 再一个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艺术手法的把控上 大陆和韩国真的是差的有点距离 最后再夸几句新世界 这个电影的电影音乐非常棒 和故事交相会应 包括李正仔在内的几位主演表现非常精彩 演技是炉火纯青 韩国的电影水平称霸亚洲确实是令人幸福的 好 今天通过李正仔咱们就讲到这了 电影花外音 咱们下次见